雲翠大樓不敵0206強震傾斜倒塌 为了安全起见在震灾过后 必须即可拆除 缩时影片记录下浩大工程 大型机具进驻 现场采洋葱时拆法 由上而下逐层玻璃 13号晚上6点启动 直到24号完成 缩时摄影记录下11天的拆除艰辛 但就在拆房子的过程当中 花莲检方发现建筑物结构 有重大瑕疵 雲翠倒塌傾斜30度钢梁裸露 上层满是碎砖块 检方调查发现钢梁和钢梁之间 已规定应该至少要距离2.4公尺 但实际测宽度却只有一公尺 钢梁支撑力明显不足 可能因此害大楼倒塌 雲翠大楼倒塌一共造成14死 超过30人受伤 检方追究责任 认为雲翠建案负责人建造过程 要明显疏失 建设公司也就是北戈营造的负责人 流性涉嫌人 涉嫌重大 其违反建筑技术成规的证据 十分的明确 导致大楼在急促的8秒钟之内 造成溃败式的倒塌 检方追查发现 雲翠大楼建案负责人刘英霖 曾经超代案被起诉 在建造雲翠社区的过程中 工程应该交由合法图木济师 等专业人员负责 却未易规定平用 导致建筑乃整理不足 加上震灾后有逃亡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建 最后法官裁定收押 花钱收押云翠建上 展开追究正在人祸的第一步 记者廖威龄 邱秋小倩 花莲报道